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林岳阳 北京维权律师尼玉兰 董继琴夫妇 寻衅滋事案 星期二开庭 当局出动数百名警察 限制民众围观传媒采访 法庭一审宣判尼玉兰两年零八个月刑期 其丈夫董继琴被判两年 律师及家人表示将继续上诉 请看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新宇的采访报道 或荷兰政府颁发2011年郁金香人权捍卫奖的北京维权人士尼玉兰 董继琴夫妇 寻衅滋事案本周二于北京西城去法院开庭 欧盟派出多名人员到法院申请旁听但被拒绝 在短短十几分钟的庭审之后 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尼玉兰有期徒刑两年 以诈骗罪判处她一年 两个罪名累加判处实行两年八个月 董继琴被判两年 尼玉兰的律师程海向本台表示 51岁的尼玉兰是维权律师 2002年关注强拆案件 遭到新街口派出所警察殴打 致其身体留下多处伤残 至今靠轮已逮捕 同年她被当局指控 涉嫌妨碍公务罪被起诉2008年 尼玉兰家所住的胡同面临强拆 当局指控她暴力阻碍工人施工 导致工人受伤 以妨碍公务罪将她判刑两年 尼玉兰或荷兰政府颁发2011年玉金香人权捍卫奖 因为无法前往领奖 主办单位已空凳代表 北京市丰台区南原乡近200名村民 星期二到乡政府请愿抗议官商勾结 放任黑帮骚扰 毁坏村民财产 请看本台特约记者乔龙的采访报道 丰台区南原乡石榴庄村村民 就日前发生黑帮破坏村民财产案件 星期二集体到乡政府请愿抗议黑帮骚扰 村民谢先生星期五告诉本台 该村有一千多户村民当局为开发房地产 在村集体土地上建所谓的小产权房 根本没有法律文件 那件事体应是因为村民举报 他们石榴庄村违法建设施工 影响到村民了生活 他们打击报复我们把车砸了 每天村里面都有一些不明身份的人在那边转悠 我们就认为有可能是涉黑 对我们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威胁 我们报案警察这边说不好查不好管 我们就希望当地政府来给我们处理这件事情 今天去的人数多的时候差不多200人 村民将被毁坏的车辆摆在乡政府门前 但是官员迟迟不肯 以村民对话 直到北京的部分媒体记者赶到 等到中午的时候 有媒体和我们一起 才进入到这个乡政府里面反映这个问题 他们的答复很笼统的讲 谢先生说 村官明知拆迁违法 改用腾退 逼迫村民搬迁后 搬入新建的安置房 由于村集体所有的小产权 因此没有产权证 而且质量其差 牡丹江放牛沟上千名村民 因为土地被占得不到补偿 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 当局派出防暴警察阻拦 双方爆发激烈冲突 多名村民被打伤 有村民被抓 下面请看本台记者方元的采访报道 黑龙江省武淡江市北安乡放牛沟的上千名村民 因为土地被强占出卖而又分文未得 周一上午发起大规模游行 他们首举放牛沟村民集体上诉讨公道 维护百姓利益 惩治腐败 还我耕地的大部标语 从红云桥一直到文化宫 导致交通堵塞 当局出动大批带头盔 手持电棍和盾牌的防暴警察 通所附近街道 抢夺标语 双方发生大规模冲突 放牛沟的一位在现场的村民对本台说 另一个村民说 目前放牛沟村民被限制在家 当地大批干部进村驻守 据了解 当时很多旁观的市民拿出手机拍摄 也被警察抓走 以上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林岳阳 谢谢您的收看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